饮食健康关系着我们的身体健康,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 俗话说,并从口入,想要自己的身体健康,需要保障饮食的健康,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 那么,有人表示每天午饭吃多少,决定你能活多少岁,这到底怎么回事呢? 一,中国南方人寿命更长,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里面讨论过中国人的寿命,文章说,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25年增长了8.5岁,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,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。 总体来说,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要长,平均寿命排名前三的,是海南、上海和广东,排名前十的省份里,只有两个北方省份。 而且,中国的百岁老人,主要集中在长三角,珠三角,东南沿海,春雨地区,都是在南方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? 专家认为,有好几个原因,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是北方人普遍重口味,午饭喜欢大块吃肉,蔬菜水果相对少吃,而南方人普遍细嚼慢咽,午饭吃得细致而讲究,这导致什么情况发生呢? 大块吃肉,狼吞虎咽吃饭的人,常常会吃得更多,而细嚼慢咽的人,因为咀嚼食物更为充分,比较容易得到饱腹感,吃得会更少。 二,吃得少的人,更容易尝命。 我们常听老人家说一句话,人的一生饭量有定数,谁先吃完,谁先走,没想到最近美国一项长达十年的实验,居然还证明了这句话,研究人员将两百只猴子分组,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,让他们放开了吃,想吃就吃,而另一组猴子则严格控制饮食,只让吃七八分饱。 两组猴子的运动量相同,生活环境也基本一样,十年以后,科研人员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,没有管制饮食的那一组,很多都长成了体胖多病的油腻猴子,得脂肪肝,关心病,高血压的比例极高,而且一半都死了。 而严格控制饮食的那一组猴子,虽然也是猴到中年,但依旧体态健康,一百只里面才死了十二只。 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,瓦尔特朗格,曾经研究过厄瓜多尔,一个小村庄里的特殊人群。 莱伦是综合症患者,你可以将莱伦是综合症,理解为是诸如症。 但朗格教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,莱伦是患者身材虽然矮小,但他们竟然不会患,诸如糖尿病或者癌症。 由于生长激素少,所以他们长得癌小,但也由于生长激素少,所以他们体内细胞分裂次数也少。 癌症就是因为细胞受损,导致复制异常,进而产生出了疯狂分裂的细胞。 这跟饮食有关系吗? 当然有。 从来轮是综合症患者的例子,我们可以反推出正常人的情况。 我们吃饭的作用,就是为身体提供能量。 身体的能量,主要是用来维持细胞的分裂。 吃得越多,蛋白质吸收越多。 也就是说,吃得越多,你的身体越有能量,也越有多余的能量,全速迈向衰老,乃至疾病和死亡。 三,我们应该怎么吃呢? 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,黄金八原则。 你只用看这一个总结,就知道该怎么吃了。 一,饿着要比撑着好,瘦得要比胖得好。 这句话,是年近九十岁的肿瘤学家。 孙燕燕是说的,实际上,你不需要每一顿都吃得那么饱。 吃得撑,每天只吃七分饱就够了。 怎么判断自己吃了七分饱? 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用餐规律。 如果在两餐之间,不需要吃其他东西,一天只需要三餐,那就证明你上一顿吃的是七分饱了。 这个肚的把握,你要自己慢慢尝试,慢慢适应。 二,适当饮食的开始,是减少一口,年近九十岁的。 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王敏青医生表示,不要愧对自己的嘴,喜欢吃就吃,只要每次都少一口。 别贪多,吃到七分饱就没问题。 三,晚餐哪怕不吃,也绝对不要吃过饱。 哪怕你午餐无法做到控制,那么请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晚餐。 美国一位健康专家曾说,晚餐的作用,四分之一是维持生命,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。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,但它说明了一个道理,好好对待晚餐的重要性, 比你吃什么都重要。 晚餐千万不要吃太晚,在七点之前最有益健康,因为人体的排盖高峰,在晚餐后四小时到五小时左右。 如果晚餐吃太晚,人睡着的时候,尿液无法排出体外,容易形成结石。 四,多吃素,少吃肉。 国外大学的研究表明,素食者患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,比一般人群要低,平均寿命比非素食者要长四到五年。 而且,在非素食者中,红肉消耗量更大的人群,在总死亡率,心血管病死亡率和癌症致死率的风险更高。 在肉类里,鸡鸭鸭鸭都属于白肉,而猪牛羊都属于红肉,培根,香肠,腊肠等都属于人工肉制品。 因此,多吃素,少吃肉,如果要吃肉,吃白肉比红肉要好。 肉制品别吃,如果觉得自己吃太多肉了,要相应多吃纤维类食物。 比如水果和蔬菜,因为纤维可以减少亚硝激化合物的产生,减少对身体的伤害。 五,饭前喝汤,细嚼慢咽。 南方人在吃饭之前,一般会喝一口汤,汤入口腔,食道,胃里,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,方便固体食物的进入。 而且,喝汤能够增强饱肤感,减少进食量。 人的胃部向大脑传达保障信息的时间,是二三十分钟。 细嚼慢咽,能够增加消化系统对食物的感受,提高饱腹感。 最新的研究表明,在同等的饭量下,细嚼慢咽的人,饭后感到饥饿的时间会大大推迟。 六,每天保证营养的摄入。 每天吃够十二种食物,每周吃够二十五种食物。 你不用担心吃得少,会对营养摄入有影响。 只要你保证自己能够摄入多样的食物。 每天的食物包括骨薯类、蔬菜水果、肉类蛋白、大豆坚果等。 一天吃够十二种食物,或者每周吃够二十五种食物。 你的食谱就足够均衡了。 七,拒绝甜品,拒绝零食,拒绝奶茶。 我们之前说过,如果你在两餐之间,不感到肚子饿,你的食量才是适当的。 希望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合适食量。 如果中间吃甜品,零食,会让你的胃口变大,而且脂肪含量也会增多。 八,多回家做饭。 少吃外卖,你永远都不知道外卖。 餐厅里的食物,为了做得鲜美吸引,放了多少不该放的东西下去。 能回家吃饭的,尽量回家吃饭。 不能回家吃饭的,尽量选靠谱一点的餐厅吃饭。 总而言之,凡事都有一个度,对于饮食来说也是如此。 饭吃七分饱是非常科学的一种饮食法。 如果能够配合低脂饮食,对健康会非常有利。 比平均一个 snipp艺术公司也感染的您里。 可遍的观众 author这是短иг资品。 如果能够配合厎开,请 труд址播放至两个人,请obe政策集团出汇律 note清滩事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